大家好 我是子芊醫師 許多的產後媽媽來到我的門診的時候 整個人心情都是很沮喪的 因為他們剛生完小孩 每天就在照顧小孩 餵母奶這些日子中度過 他們也沒有辦法顧及自己的容貌或身材 等到小孩慢慢長大 斷奶了 然後回頭一看才發現自己怎麼已經變得這麼多 大部分都是產後的萎縮 那這個萎縮最常發生的是 在我們的胸部的上半球的地方 因為我們東方女性很多的女性 大部分的乳房的組織是以脂肪為主 那在產後可能會因為要餵奶 那可能又因為很多網美都會在網路上宣傳說 自己多快的回到產前的體重 所以其實產後媽媽壓力是很大 在這樣心力交瘁的情況下 其實很容易讓我們的胸部的 一些脂肪的組織很快速的萎縮 那另外在產後媽媽很大的困難就是說 他們可能沒有時間運動 所以他們會在一些懷孕的時候 累積下來的脂肪可能是在肚子 或是在大腿的地方 那怎麼樣都消不掉 所以針對這樣子的產後媽媽 其實複合式熔乳就提供他們一個很好的一個熔乳的選擇 那對這樣產後媽媽隔眼也可以算是一舉兩的 因為她可以消除她不喜歡的脂肪 然後又讓她的胸部能夠回到年輕的時候的肩挺 那甚至可以比年輕的時候更加的豐滿 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或許下次我就會針對你的問題 專門拍一個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分享 按讚 或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到這個頻道 고っと我們下次見